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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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应在九个多月前便应该开始收取 可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 所以延长搁置征收 至于这项措施的开跑 会否让商家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该公司则解释 通过接机卡或信用卡付费购买的产品或服务 实则上已经含阔商家折扣率 意味着这并不会带来影响 因为是与现金购买的价格一样 此外 该公司也理清 有关对纳二维码支付与私人转账 无论什么情况下 支付给商家的费用 都不会出现私人转账的费用 目前5000令吉以下转账是免费 5000令吉以上转账 则需要支付50线的费用 而这是属于与对纳的私人转账 不是支付给商家 无论如何 由于国内有几家银行和第三方平台 有意搁置征收商家折扣率 因此该公司也呼吁商家 与相关银行以及第三方平台查询 对纳二维码支付 落实向商家征收交易费用的课题 闹得沸沸扬扬 如同经营公司所言 有银行和第三方平台 有意搁置这项措施 而其中一家银行 正是大众银行 该银行宣布取消向使用大众银行 二维码交易的商家 收取手续费用 根据大众银行官网 在本月二十五号发布的声明 从今年十月一号起 该银行将豁免对二维码扫描 交易征收任何的费用 直到另行通知 根据表格列明 透过来往户头或储蓄户头 电子钱包只适用于 企业计划的维持费 和应用程式界面整合费 都将被豁免征收费用 不过透过信用卡接受付款 每笔交易则会被征收 百分之零点二五的手续费 为了协助餐厅 食品经营业者 以及小商贩的营运成本 受到控制 同时确保本地的百米供应充足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允许业者 以每五十公斤一百六十令吉的批发价 购买进口百米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发文告指出 此举有助业者控制营运成本 并且避免提高米饭的售价 而这项努力也是旨在确保 本地百米的供应能够稳定 文告透露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是在本月十五号 与参严业者达成支付协议 无论如何对于提高本地 百米价格的建议 该布置出现阶段本地百米的售价 将根据一九九四年 稻米和百米法令 以及二零零八年 百米级别及价格指南 维持在每公斤两令吉六十仙的价格 国内的百米供应 以及价格调整 成了近期国人关注的课题 鉴于大众对市场上 百米供应短缺感到担忧 国家道米公司也出声 大派定新闻 向消费者保证 我国的百米供应充足 国家道米公司发文告指出 在管理进口百米供应进入方面 该公司在今年一月到八月 已经分发六十三万吨 相比起过去五年 每月的平均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 这意味我国的百米供应绰绰有余 而且政府不需要动用缓冲库存 供应百米 文告提及 由于本地的百米和进口百米的价格 有差异 因此才会导致市场对本地百米的需求 逐渐增加 也就是说 这是由消费者 供应商 以及食品业者 从进口百米 转向本地百米的需求所引起 国家道米公司指出 该公司对本地道米市场的平均持有量 只有大约百分之十 其余则由私营工厂购买和加工 而该公司也支离之时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实施的干预措施 也确保本地的百米供应充足 Gardina会在十月一号起 对旗下的三十款面包产品调涨价格 尽管该公司已经做出相关的解释 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发函 要求Gardina Beckeris及龙坡有限公司 在六天内回函 以让该部清楚了解 Gardina整体供应链所涉及的成本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 福西亚指出 该部是在昨天 向Gardina Beckeris及龙坡有限公司 发函要求解释 以避免不合理的涨价 加重人民的负担 福西亚补充 该部接到Gardina Beckeris及龙坡 有限公司的解释信之后 会进行全面估算 以鉴定这家公司 对产品调涨的价格是否合理 早前Gardina Beckeris及龙坡 私人有限公司发文告证实 旗下的三十款产品 经过检讨价格之后 会在十月起涨价 涨幅介于百分之三到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若 视频练是否创业的 ouv短空 恐恳练 您的母带 您不 Christ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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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来与民众欢庆 这具有意义的华人传统文化节日 胡志胜表示 最让他感到欣喜的是 该晚会还吸引一些有族同胞一起庆祝 体会中华文化传统节日 展现出昌明大马的团结精神 中秋晚会的节目丰富 当中肯定少不了提灯笼游行环节 在国会议员的带领下 参与的民众携老代幼 提着灯笼在市区内游行 一起庆祝这象征着团圆的日子 场面温馨热闹 然后也搭了这个屋顶给我们这边很好 这个是去年我们也开始做了 今年也是跟住一直做 希望明年还可以做 这场中秋晚会 不止小孩 连大人都玩得不亦乐乎 当地民众也希望 州政府在未来能够继续举办 类似文化活动 以帮助加深各俗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从而促进大马人的和谐与团结 RTM采访报道 在中秋节到来之际 全国各地多会举办各类活动欢庆佳节 位于纳敏的启华幼儿园 昨天配合中秋节举办了庆祝活动 共有三百多名学生与家长一同参与 该活动旨在希望儿童有个充满欢乐 难忘的回忆之余 也借助让孩子深刻了解中秋节的文化与习俗 以便这个传统节日能够代代相传 纳敏启华幼儿园董事长Kelvin表示 举办中秋节庆祝活动将能促进团结精神 同时这也符合政府所推介的昌明大马的理念 起华幼儿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 还包括五十表演 月饼制作比赛 提灯笼游行 以及装饰花车等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我杨美颖 我刘东坚 我张念群在这里祝福所有LTM的观众们 月圆人团圆 何家平安 中秋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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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游要怎么从桌上搬进荧幕内 马来西亚人设计的桌游是什么样的 桌游可以如何传承本地文化 玩游戏可以如何促进亲子关系 学习应该怎么变得充满乐趣 这个星期我们将走进桌游的世界一起找回同去 来看国际新闻 朝鲜通过修改宣户 会讨落下自国的大地人计划 同时代国中 下产军事同盟 如同亚洲版的北约 对朝鲜构成最大实质的威胁 因此他认为朝鲜加速核武现代化 极为重要 以取得战略遏制力 绝对优势 对于朝鲜一致通过修宪 规定实现核武发展高度化 以保障国家的生存权 以及发展权 并遏制战争 以及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韩国统一步重申 假如朝鲜使用核武 必定将会招致其政权灭亡 日本则认为 朝鲜的做法绝不可以接受 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指出 朝鲜发展核武与导弹 威胁了日本和国际社会的 和平与安全 日方将与美国 韩国以及国际社会 其他成员合作 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实现朝鲜全面符合化 从五十年代开始 中国会将国保大熊猫作为保持 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而在美国旅居当地的中国大熊猫可能会在明年底前返回中国 意味着中国与美国之间超过五十年的熊猫外交可能将就此结束 彭博社指出美国华盛顿动物园的三只大熊猫会在今年十二月合约到期之后送回中国 而另外三个拥有中国大熊猫的美国动物园 也就是亚特兰大 圣迭哥和孟菲斯 不是移交了大熊猫 就是会在明年底前让他们返回中国 尽管双方都否认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但美国最后一批大熊猫回国 正巧遇上中美关系跌到历史低点 至于华盛顿能否获得新的熊猫 一切取决于最近的迹象 也就是两国的关系是否有所改善 或至少不会变得更糟 一九八四年中国大熊猫被列入 并为物种的名单 因此该国停止赠送大熊猫 并改为租借的方式延续大熊猫外交 虽然说黑熊的攻击性不大 不过当遇上这种力气极大的野生动物的时候 还是得保持冷静 以免惹怒黑熊给自身安全带来威胁 在墨西哥一个生态公园 有一家人在野餐的时候 突然遇上一只黑熊来访 结果勇敢的妈妈捂住儿子的眼睛 并且紧紧抱在怀里 以免儿子受到惊吓之后 会尖叫逃跑 促使黑熊发动攻击 而这名妈妈 不论是冷静的应对方式 或是伟大的母爱 都令到众人大力赞赏 从画面中可以看见 一只黑熊跳上桌上享用美食 仔细一看 当时一旁还坐着一对看似雕塑 无动的母子 这位母亲名为马西亚斯 当时正与亲友在墨西哥北部 一个生态公园里餐 一同为患有唐世证的儿子 庆祝15岁的生日 结果途中来了不速之客 正是智之黑熊 马西亚斯在事后受访时指出 儿子向来惧怕动物 就连狗和猫等宠物也能吓着他 因此当黑熊来访的时候 他只能奋力捂住儿子的眼睛 并且冷静不动 以避免遭到黑熊攻击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两人与黑熊的距离相当靠近 而且也能清楚听到 黑熊进食的声音和咆哮声 据了解拍摄影片者 在之后将食物往远处一丢 只当黑熊追随食物而去食 才与这对母子缓慢安静的撤退 因此最后他们都得以平安离开公园 为了维护微型以及中小企业 和本地商家的利益 印尼政府宣布禁止社交媒体平台 进行电子商户交易 对于这项措施 Dicto表示遗憾 因为此举势必对数以百万计的 Dicto小店商家构成影响 25号 印尼总统佐科威 针对电子商务课题 召开内阁会议后表示 当局已对电子商务中的 社媒用途做出决定 并会发布相关条例 当地媒体报道 印尼政府将禁止社交商务供应商 让用户利用社媒平台的 电子系统进行交易 这项举措旨在为当地 面对电商挤压的微型和中小企业 提供保护 TikTok是唯一允许用户 直接在平台进行交易的社媒 而印尼则是TikTok的第二大市场 该公司在东南亚的 3亿2500万名活跃的应用用户中 有其中1亿2500万名在印尼 给您带来中国杭州亚运会的战报 我国与球男单代表李子佳 在男团16强赛中 1比2不敌韩国选手 不过随后出场的 我国前世界冠军谢苏组合 表现神勇 直落两局 利措韩国新科世界冠军 成功帮助大马队将大比分 板平至1比1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感谢收看 我是拉斯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